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在戏区里叫做倒仓 他倒仓失败 失去了本嗓 只能用小嗓唱女声 戏校毕业后 朱里志在滇剧院一直演小声 前不久 他决定改行唱男弹 当时我对他男弹的身份也没有特别在意 转行男弹 朱里志选的第一个剧目是打赏告庙 陈丽依成为朱里志的第一个弹诀老师 一直陪他排练 两个月后 朱里志将带这出戏 参加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 陈丽依是朱里志的女友 同为编剧演员 他们深知 打神告庙是一出唱 做 念 舞 很吃重的独角戏 朱里志登台演这出戏并不难 但是若想得到同行的认可 他还面临不小的挑战 尤其失戏的结尾 脚桂英站在海神庙内的共案上 工敌好的演员要后翻 跌至桌下并保持造型 这天上午编剧院正在排练一出大型的歌舞戏 这出戏用巅剧的方式 讲述了现代农村青年的爱情故事 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 一种传统戏剧展现方式 这类现代戏 在偏远地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宣扬党的方针政策方面 贡献突出 但弊端是 很难成为经典 看下你们到底在哪 你们哪的小孩 今天心里吃 老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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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剧院的院长 冯永梅 是这出戏的导演 排完戏后 我们与冯永梅闲聊起来 她叫住了刚准备回家的朱里芝 向我们介绍起她的得意门声 爱喜欢这里吗 喜欢呀 为什么 因为这里好玩 因为这个东西也是我爱的东西 我能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很辛苦 你今年多大 23岁 那同龄人都在玩什么游戏啊 在蹦地啊 你在这儿弄这个不会觉得 没有啊 我因为心里头很满足 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很满足 过两天 他们要向昆明 十月份要去比赛 到时候你们来 他们这些都参加比赛 青年也要大奖赛 就是他们亲自的 你从几岁开始选电戏啊 我从娘态里头就喜欢了 然后呢就一直随随随随着这个东西 你几岁有学 考武装生几岁 考天剧团的时候十一岁 你都边准备说 十一岁 然后在哪里 在文艺学校 在文艺学校 然后呢 然后呢 在了两年 然后剧团又把我们送到北京 去学习了 现在又回到剧团 五年 现在是正式的 整整的十年 就是从事庄业的 整整的十年 那是正式的演员 他是唱小生的 现在他要学小蛋 他喜欢小蛋 之前是唱小生 现在要改行唱男蛋 就是男的也女的 这是梅兰芳 对对对 那要传承这个 传承这个 毕竟这个也是吸取这条路线上一个不可迷失的一个部分吧 那你的偶像是谁啊 就是梅兰芳呀 梅兰芳呀 朱里志转行男蛋 面临不小的挑战 在早期滇剧的舞台上 不乏有名的男蛋演员 从竹兰芳 罗湘浦 到第二代男蛋演员 深有李 李文德等 优秀的蛋行演员非常多 时至今日 电剧也像国内其他剧众一样 舞台上很难见到男蛋演员 我来拍一张 可以这样 可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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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漂亮漂亮 就是不太太笑了 嗯 光临妮婆 春月老 五五千万 啊 啊 啊 起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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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唱滇剧的人越来越少了 可是在空明 小规模唐慧式的演出 依旧很受欢迎 编剧优秀的蛋行演员非常多 唐慧演出上都是他们的身影 啊 啊 啊 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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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親切護護你 海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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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开学后 就听说朱里志在云南省第十一届青年演员比赛中 演出的《大神告庙》获戏剧类二等奖 有人说朱里志是云南巅剧第三代 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位男弹演员 冬日北京的雪很大 编完纪录片《冒蝶颠魂》后临近寒假 我准备再去找朱里志聊聊 再次来玉西市在剧院的化妆间 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 朱里志今年二十三岁 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 演员南淡曾是他少年时的一个梦想 我的自信是当你演我或是什么开演之前 我现在在地下观众各位讨厌我 我演我一下在地下观众会觉得应该会要换成钟音 但是我一旦上了舞台不停入那个人物了吗 我就觉得我的内心全不做实话 是在示范 是在示范 我对这个人能离开 哦 你现在尝小段 嗯 我不尝了 不怕不怕 因为这个特色 是 尝尝就不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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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小段不怕吗 我没几个道士来好吗 要不好吗 尝尝就不尝了 我认识到我尝尝了 就尝尝在开探的那种 到吧 嗯 好 好 好 哦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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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唱的那么好 你还说你唱的不好 紧张 唱的好 但是我在舞台上 那些 那些又得一线 嗯 我就 我就启动了 就开始启动 就是 就是演员的正常状态 就应该是 是的 嗯 好吗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嗯 这是你第几次像这样 过这样春节啊 第几次就是在舞台上 对 嗯 嗯 反正从毕业一直到现在 每年春节都在演出 毕业什么时候毕业 我是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那今年是第五年了 对 那今年是第一次唱南弹 嗯 是的 今年是第一次唱十南弹 那感觉会不会跟其他您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唱 之前唱小声嘛 在舞台上 我就是不会像现在那种特别紧张 因为毕竟我学小声是从科班 就是在学校按部就班的学习 然后呢老师一招一招地教你 然后呢一直那么几年 都是在那个行当里面 然后呢上了舞台就会 嗯 上舞台和不上舞台都跟我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唱南弹 我平时我是南弹 但是我上舞台我就要变成女的 就是就是这里让我觉得很很很别扭 但是一上去就是我的心情会特别实话 因为我很喜欢能担 那比起你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呢 你小时候 第一次上台我蒙里蒙懂的什么都不知道 就就就就人家帮我梳头贴片子 然后呢最后半起戏来坐在那等这个上台演出 然后你自己就被那个勒晕了 勒头勒晕了 然后呢把我把我叫醒以后 老师直接把我抱上舞台就开始演出 然后呢演完下来就是 反正就是 嗯 什么什么印象深刻的什么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就过了 然后就开始整个一直到现在 那当时是什么机缘巧合就开始 就第一次上台那你想 就是那种过年嘛 过年也是过年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读那个小学嘛 一二年级 然后呢每次每次放假都要去那个亲戚家 然后他们那边就有一个那种票游俱乐部 京剧票游俱乐部 然后呢我自己就是在家里面 也就是特别喜欢看那个CCTV11 然后呢每天就就学着人家那些唱 魔法 然后呢自己就唱 然后呢去到他们家的时候 好亲戚家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这边有这种俱乐部 我们带着你去玩一下 然后呢一去一唱 然后呢人家就叫我唱 就唱 后来是怎么怎么就决定到就是以这个作为自己的专业 就是以团的名义把你送出去学 然后呢学完后来这个剧团工作 然后呢我就是被通海的文化馆发现我会唱 因为春节我先在我们那个农村草台上表演 那个时候就是小学年纪 唱唱唱华梅戏唱乐剧 什么女驸马呀 《红楼梦》那个《天上掉下给你妹妹》呀那些都唱 什么《花木兰》 然后呢他们就知道我会唱戏 然后呢父母是不想让我去的 因为父母都是农民种田的嘛 他们觉得我应该好好学习 将来考大学会更有出息 根本就没有想到我将来也要去唱戏 然后呢是我自己鼓着父母 逼着父母我一定要学 然后呢就来考了语系 你知道吗 然后呢就去昆明学戏嘛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 开始支持你 去北京 我在昆明学了两年 现在的朱里志没有小时候那么自信了 他自认没有天赋 他怕观众不喜欢他的表演 2017年春节期间 与西滇剧院在市中心广场连续演出 这天朱里志很早就来到现场 开始做准备 你现在这边都买法子了 买了吗 你自己买了 我曾经整出来的 你们传媒杂球是属于 属于中国国家级的吗 应该是吧 从树里片子 制作小弯 大柳 再到贴片子 朱里志 喜欢自己动手 他觉得 但凡能自己动手干的活 都是一种历练 找去你的外带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摘摩摩 我比较顺身 多说点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奄奄的 期待的东西 我们之前跟昆明比赛还在三天 我就是比赛 就是眼睛的这个戏 那呀 大山高面 哦大山高面 你看见吧 这个戏 你们修美 可喜欢 不喜欢 他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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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不叫就看了 你闹闹吧 总要给你吃 就跑 那把我坐着就别吃了 嗯 你不疼了吧 你不疼了吧 你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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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不疼 你不疼 我那不疼 你不疼 我那不疼 找我找他 你还找不到脸 太不疼 你还找不到脸 上次要过去发点咽 那眼睛 关键了 发打开明镜头挂了 在B这个好巧点 你就是甩的吗 甩的 甩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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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辣椒我忘记了它 8点钟 我8点钟就起来 头部脂肠了 不怕 还是好看啊 盖好 好 你也需要穿上去 你那好扫手 你那我一直 两个给做的 已经能做完了 我给你敲 我看着 我看着 陈丽依今天不上台 她过来帮助理智 梳头 勒头发 去年 陈丽依参加云南省青年园比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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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陈丽依参加云南省青年园比赛 在 演出的巅 批关 荣获一等奖 第一名 这天 我的到来 好像让她不太高兴 她拒绝了我的采访情情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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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理智特别喜欢 角归英这个角色 认为他很有骨气 他尤其喜欢 唱段中的一句歌词 只问江新 托明月 谁知明月 赵沟曲 吃完先行托明 最吃蜜蜜 超高清 哇 好酷 不想演 不想演的人 你哪个皮肤 你哪个皮肤 没关系 你怎么也没关系 只是你自己的 但是不想热 就知道 有吉他 我对我的 没有 有吉他 尝尔 你怎么这么热 是 你为什么 讓我們掌聲有請朱理智為大家獻上大神大廟 萬塊 大神大神 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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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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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神告庙》入名《晴探》 是传统剧目《王魁傅贵英》全剧的一辙 故事复无皆知 角贵英为藏妇买身 落入烟花成为灵迹 他在风雪中就起落魄书生王魁 以之结为夫妻 王魁赴京赶考前 夫妻在海神庙内盲室 不料王魁考中后却抛弃了角贵英 悲愤欲绝的角贵英来到海神庙 向海神爷哭诉不幸 恳求海神爷主持公道 然而海神 探官 小鬼终不理念 绝望的角贵英产生幻觉 变成鬼魂和判官小鬼 去相府捉拿王魁 王魁在角贵英的询问追魂下 羞愧难当 惊惧而死 可梦醒后 一切如故 角贵英满腔怨恨 依旧无处倾诉 打神告秒 主要用水秀工 来表达角贵英内心的情感世界 由于这一天的风大 很多水秀甩不到位 演出结束 我问朱里志能否穿着戏服回剧院 他欣然同意了 今天干净这么严 今天干净这么严 风太大了 我也是干净 这边后头 后来这几个花 我已经尽力了 太累了 我先往这个画头 好呢 好呢 走在街上 精致的妆容和高挑的身姿 与街上的环境格格不入 我想起采访时 朱里志说过的一句话 我从小就喜欢梅兰芳 不管再怎么难 也难淡 我也会坚持下去 靓炭 会坚持 山平 和脚 和我 和我 很新的 新的 新的 新的